不速之客闯入家门已经够吓人 如果遭到自称恶魔的罗女闯入而且赶都赶不走 肯定是噩梦一场 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家庭 日前便遭到自称恶魔的罗女闯入 没想到男主人连开39枪 将房屋都打成马蜂窝了 都还赶不走该名女子 最后是儿子拿起扳手插入该名罗女的脖子 才结束这场惊魂祭 根据美国媒体Bad News报道 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切斯特菲尔德镇 Chesterfield County的路易斯一家人 Louis Fimley 四日正在庆祝入住新家 没想到到了晚间时时三十分左右 一名绑着蓝色马尾的罗女闯入他们家的地下室 宣称自己是恶魔 来自地狱 并拒绝离去 路易斯先生抓起手枪 并向侵入的女子发出口头警告 但是该名女人却大笑着不肯离去 路易斯先生趁家人上楼睡觉后 对着该名女子的身边开火 希望吓跑她 没想到该名女子却像超人一般的冲向路易斯先生 她有四个成年男子的力量 路易斯先生如此说道 当路易斯先生射完子弹 开始向她扔家具 她的妻子梅丽莎 Melissa Lewis和三个孩子也加入战局 试图阻止这名女子 但该名女子没有停下来 直到路易斯其中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将一只把兽插到该名女子的脖子 才结束这一切 这名女子被警方逮捕 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和评估 恐遭被控数项擅闯民宅等罪名 路易斯一家人则留下满身的淤青和咬痕 妻子梅丽莎表示现在很害怕回家 我现在害怕去地下室 甚至不敢进入任何一间房间 thoughts 他们 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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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